大秦朝的灭亡 正是二世而亡 其实 整个大秦的灭亡起关键作用的并不是胡亥 而是他背后出谋划策的奸臣赵高 赵高本是嬴姓 是秦朝皇室的远亲 他的母亲曾经获罪被官家收容所 他本人也就是在收容所出生的 身手可以说非常卑微的 前二十多年 赵高一直在秦朝宫里工作 这段时期他刻苦学习 自学大秦法律 能力不下于当时的庭位 而且他写的一首好书法 本人又非常擅长察言观色 在朝中左右逢源 狠得嬴政的重用 当时还年幼的胡亥 就是被赵高教授的律法和书法 所以私底下 对于胡亥来说 赵高就是他的老师 更是除了父亲以外他最尊敬的人 在那个如狼似虎的朝廷里 他一直安安稳稳地生活了二十多年 直到嬴政的去世 嬴政巡游到达沙丘 突然重病 不久就去世了 临死他托付赵高带写赵书给复苏 命他主持丧葬我事宜 并继承王位 隐忍了那么多年的赵高 赵高终于抓到了机会 不仅没有按照嬴政的说法下赵书 还与李斯 胡亥联合隐瞒嬴政的死讯 篡赶书 并且以不孝的罪名逼死了扶苏 自此 赵高开始了呼风唤雨的生涯 胡亥很是尊敬赵高 而赵高又老谋身算 他很懂得取得胡亥的信任 于是胡亥几乎将朝廷的大权都交到了赵高手中 赵高就利用手中大权肆意残害朝中官员 最惨的就是当初跟他们合谋的李斯 不仅自己死了 还被株连九族 李斯一死 赵高更是肆无忌惮了 一时间权清朝义 肆意诛杀一击 死后 他的胃口越来越大 曾经暴力导致民怨四起 诸侯叹乱 国家越来越乱 赵高的动作胡亥也有察觉 并接引 民有些不满 著名的预言故事指路为马 说的就是胡亥试探 百官到底听谁的话 已经对赵高又所忌惮的故事 可是 胡亥醒悟的还是太晚了 当时 国家到处战乱四起 王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此时的胡亥已经没有任何兄弟姐妹了 史料记载 胡亥做了皇帝后 对其他众多的兄弟姐妹更是残忍又加 毫无人性 胡亥屠杀自己兄弟最残忍的是在咸阳时将十二个兄弟处死 另一次在渡游又将六个兄弟和十个姐妹免死 江吕等三人也是胡亥的兄弟最终也未逼自尽 在胡亥的众兄弟当中死的名声好一点的是公子高 他上书给胡亥说愿意在离山为父亲殉丧 这才算是落了一个权势 面对浩浩荡荡的大军 此时 赵高做的不是镇压判断 维护稳定 而是蒙骗赵高 粉饰太平 并且 私下里已经准备好了废了赵高 另立心地 眼看着刘邦已经越来越逼近咸阳 赵高终于坐不住了 于是 叫来了女婿严勒和弟弟照成商量对策 三人商定好了更换天资 另外 拥护胡亥的侄子子英为皇帝 之所以说子英是胡亥的侄子 那是因为 史料中对子英的身世并没记载 他的兄弟姐妹就被他杀了个干干净净 所以 子英只有可能是胡亥的侄子 子英平时为人温和善良 生活简朴 在民间很受爱戴 在当时的情况来说 是很适合的 紧接着 赵高命令手下谎称宫里进了贼人 让女婿严勒派人去逮捕 严勒就趁着这个机会 率领了一千士兵来到了宫门前 斩杀了守城的卫令 进宫之后就一路杀戮 就这样 一直杀到了胡亥的宫殿前 胡亥心知赵高要反护了自己的王位 就提出条件说 自己可以退位只做一个地方小管 但却遭到了拒绝 胡亥无法 只好说可以去做平民百姓 只求能保他一命 可是 盐勒污动于衷 胡亥两看生还无望 只好自杀了 得到严勒的回报 赵高首先召集了朝廷百官 告诉他们已经将胡亥击杀 并且提出 秦朝以前是一个统一的大王朝 所以 王朝的君主自称皇帝 但是 现在六国已经独立 秦王朝的领土已经越来越小 再称帝已经不合适了 应该像以前一样趁王才对 赵高说完这番话 很想仗着自己有婴室的血统 想要登基位帝 但是 百官虽然怕赵高 可是 并没有低头承认他 赵高无法 只好按照原本的想法另立新王 于是很快 赵高拥立子英为秦王 并且 将胡亥以百姓的礼下了葬 赵高的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很久 子英没有称王的时候 就对赵高的种种行为多有不满 现在被推上高位 又心知自己并不是一个真的王 而只是赵高的傀儡 这跟他哥哥的遭遇和其相似 他不会傻到再步入赵高的后尘 于是 联合身边的宦官准备好斩杀赵高 眼看着子英登基的时间快要到了 赵高派人给他送来了预期 可是子英以生病为由拒绝接受 赵高没办法 只得自己亲自去送 可一到达门口 就被子英身边的宦官扛死 不仅如此 子英临朝后 招告群臣赵高的罪行 并且诸杀其三族 至此 权臣赵高最终 还是没能逃过一死 参考资料 史记亲史皇本纪 史记卷87里 苏列传第27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